劳动部长许明春亲自南下屏东到台铁高雄机场 迁建潮州以及原有厂只开发工程勘查 发现了工程中开口未设护栏 没有安全护网等24项缺失 许明春说 主要缺失是包括我们这个开口没有设护栏 没有设适当的上一下设备 施工价也没有跟结构妥实连接 因为我们刚刚实地看了一下就是 那个防摊它的这个挡土支撑 防坠落的这些安全网都有这个设备不足的状况 开发了新台币63万元 那对于有立即危险的这个场域 当场域提供了处分 许明春强调处分是要提醒雇主改善劳动安全 而这项工程当中还有聘请125位来自泰国的劳工 许部长也亲自发送小礼物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开心再异象过年 金广记者宋林 品农报导